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中華郵政今年創立120週年 日前在慶祝活動上 總統、副總統也以賀電和影像表達祝福 中華郵政歷經清朝、民國和遷台三個階段 旗下郵政、儲蓄和受險服務不斷推陳出新 董事長翁文琪表示 能夠獲得民眾的信賴是成功的基礎 希望將繼續努力 提供更好的在地服務給全國民眾 切蛋糕 中華郵政 切蛋糕慶賀生日 中華郵政今年正宏創立120週年 慶祝活動上觀溉雲集 前副總統肖萬長親自出席祝賀 總統和副總統也稍來賀電和影像祝福 走過兩甲子 跨越三世紀 兩萬六千名同仁始終堅持為民眾提供 最貼心 最到位的遊 廚 受險服務 深受國人的愛護與支持 祝中華郵政生日快樂 現在雖然我們傳統的郵政 經營的環境變化很大 市場的考驗也越來越嚴峻 中華郵政這幾年還是交出一個很亮麗的成績單 中華郵政創立於西元1896年 歷經清朝 民國和遷台三個階段 面對變化多端的市場需求 科技日新月異的環境 旗下郵政 廚蓄和受險三大服務 不斷推陳初心 與時俱進 董事長翁文奇表示 兩萬六千多名員工和人民的信賴 是中華郵政最大的資產 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得還不錯 主要是我們得到廣大民眾的信賴 這就是我們能夠成功的基礎 未來我們還要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 提供更好 更在地的服務給全國的民眾 走過兩個甲子 中華郵政推出紀念郵票 郵票圖案記錄不同時代的郵政相關工具 建議了解郵政史的變遷發展 慶祝大會上也特別表揚熱心員工 優秀郵務士和集郵人士 期許所有員工繼續發揮郵政專業 迎接下一個120年 中央社記者洪洪軍王怡文台北報導 比利時布魯塞爾22號金爆連環炸彈攻擊 30多人遇害 上百人受傷 震驚國際 面對傷痛 比利時民眾自發性地站出來 聚集在廣場 為禮難展現花 點蠟燭 攜下悼念的話語 展現出愛 希望和團結 非常生氣 當然 準備要給予愛的戰鬥 全世界的愛 因為現在人們需要 抱抱 愛 愛 由於發動爆炸恐攻的歹徒和去年 巴黎恐攻的主謀都是來自 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 讓這個曾經是比利時的工業重鎮 現在蒙上聖戰市首都的惡民 當地居民原以為日前 巴黎恐攻的主謀落網 終於可以恢復往日平靜 沒想到因為恐攻 再度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 走一趟莫倫貝克就可以發現 原本應該十分熱鬧的商業街變得冷冷清清 氣氛相當詭絕 地方上的穆斯林領袖則表示 往後必須更加推動年輕穆斯林 融入主流社會 首先他們要知道真正的意思 真正的教育 我們要教他們的平靜 真正的教育 教育的教育 和教育 我們也要接著這些年輕人 在社會的社會 這就是我們需要提供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 他們是Muslim 但他們也都是Belgian國家 比利时恐攻一买笼罩挥之不去 布鲁塞尔中央车站寄出严格安检 以防再度让自杀炸弹客有机可乘 警方也持续追砌行踪集团 欧盟支委会总部就设在布鲁塞尔 也在晚间点灯 打上代表比利时国旗的红黄黑三个颜色灯光 悼念恐攻的零难者 中央社记者张经夜布鲁塞尔报导 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 在大陆海南岛登场 由于日前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曾表示 希望520就职前两岸互相展现善意 台协会委长陈德林对此回应重申 大陆的立场不应台湾政党更替而改变 我们释放善意是在我们所有的会谈 共同的沟通都在认同九二共识的前提下来 或者换个名次讲是认同一个中国 不是国与国关系的情况 两岸关系的性质是什么 只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那么两岸关系的未来 才能看得清楚 尤其是对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坚持 既是我们的原则 也是我们的善意 本届博鳌论坛 前副总统肖万长 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身份 顺领台湾企业界人士出席 肖万长会借这次机会向陆方表达 希望两岸经贸交流不应政治而有变化 我们认为就是说两岸的合作交流 那么不要因为这个政治情势的变化 而有太大的调整 事实上两岸市场的合作经营 那么应该是两岸能够持续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种经贸合作应该持续下去 台湾代表团此行参与的都是经贸专才 因此聚焦经贸议题 这次年会锁定网络金融创新 跨境电子商务等主题 判断交流 中央社记者冯昭 吴亦明博鳌报导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在中国政府华盛顿的采访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华府智库战略际国际研究中心 因应南海议题 日前召开研讨会 中研院学者宋延威应邀出席 和美方学者及菲律宾仲裁案法律顾问 就南海争议进行讨论 宋延威表示 太平岛绝对是符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的天然岛屿 而且台湾对太平岛的有效治理 比菲律宾 越南及中国大陆 所提的主权申索都要早 至于美国学者提问 台湾主张的十一段线 和中国大陆的九段线有何不同 宋延辉指出 大陆强调的是主权申索 而台湾是要保护渔民和渔权 提出仲裁案的菲律宾法律顾问马丁表示 法律人无法解决各国在主权申索上的旗舰 但仍然希望仲裁庭在和平解决 南海争议的机制上创造重要价值 宋延辉素质已经强调南海够宽 可以容得下地球村各国成员 若南海能从争议之海变成和平友谊之海 台湾应该可以扮演关键角色 中央设计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2000位铁道迷齐聚在东京上野车站 目送最后一班开网闸晃的先后座号离开 白海道新干线3月26日开始营运 拥有17年历史的卧铺列车先后座号 因此走入历史 铁道迷们掩不住内心的失落 往返日本本周和北海道的先后座号 车厢内的舒适卧铺和沿途风景 是最热门的卖点 另一头在眨晃车站的粉丝也相当感伤 纷纷与先后座号合照 留下它的最后身影 其实因北海道新干线停驶的 不只有先后座号 去年就有北斗新号等列车停驶 一般般从时刻表上消失的列车 将永存在铁道迷信中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3月28号首次出访捷克 这是习近平访美途中 唯一造访的欧盟国家 预计将和捷克总统泽曼会面 签订战略伙伴协议及合作文件 捷克官员表示 双方都希望能为两国经贸和金融投资关系 注入新的动力 将竞选连任的泽曼曾表示 中国将向捷克投资20亿美元 因此外界认为 泽曼显然是想借习近平到访 向选民展示 能从中国吸引更多投资 拉抬选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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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